大家好,我是老孙 今天给大家剪一些我玩茶杯头的无伤Boss战视频 我本人并不是那种特别厉害的动作游戏高手 这些视频也基本上只能做到无伤 没有办法做到什么急速通关啊,全评价A加之类的 但是贵在真实 如果你没有玩过茶杯头 或者正在玩可是被某个Boss卡住了 那不妨看看 茶杯头其实并不算太难 它跟只狼一样 全部的难度都是建立在合理有序的范围之内的 每个敌人多打几次一定能过 这个游戏总共分为三个区域 其中第一个区域的各个敌人都比较简单 相当于新手村 唯一有那么一点点难度的 大概就是这个两只蛤蟆了 这一关推荐在普通子弹和散弹 蛤蟆总共有三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最简单,没什么好说的 在打过了第一个形态之后 它们会分散开来,变成了左右夹击 左边的蛤蟆扔跳跳弹 右边的蛤蟆扶着吹风 这也很容易躲 最终两只蛤蟆会合体成一个巨大的老虎鸡 老虎鸡在普通的情况下是无敌的 只有敲击它的摇杆之后 才会变成可以攻击的状态 同时会从它的肚子里面放出各种器官 摸手的规律之后很容易躲过去的 这个看起来很像白雪公主的boss 我们姑且叫它粉雪公主吧 这一关我推荐带普通子弹加追踪弹 粉雪公主住在一个破破烂烂 看起来随时可能会融化掉的城堡里面 它的家里有很多的小罗罗 你每次去挑战这个boss 他召唤出来的小罗罗都不同 就拿视频里的来说 第一个登场的是一颗糖果 基本上零难度随便打 第二个登场的是一个疏厨 它会分身大法,这个也很好躲 但是从现在开始 城堡里面会不断的有小人走出来 要时刻留意好脚下 不然就会被这些小东西阴 第三个登场的是烂泥人 这一场会再次加大难度 不但城堡里面有小人走出来 粉雪公主也会拿着猎枪 从城堡的上方发起攻击 不过烂泥人本身是很差的 死得很快 20秒左右就可以解决它 这一关全部的难度都在于 粉雪公主的终极形态 他的城堡会向前移动 城堡里面还会不断的有轮子滚出来 同时他本人会把脑袋扔出来攻击 可能是为了不让游戏的风格变得太诡异 这个家伙扔出脑袋之后 他的脑袋其实还在脖子上并没有消失 他扔出来的这个头在跟踪能力 必须不断的移动才能够躲避 就比较烦 要利用好中间的这个台子 当然了多打几次还是可以补伤的 前面的两个只是开胃菜 再来两个真正难打的boss 首先必须是马戏团的小丑 这一关在论坛很有名 很多人都被卡在这里 我推荐带普通子弹加追踪弹 小丑是游戏中期的第一只难路虎 它总共有四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开着碰碰车往前冲 非常好躲 但是送人头 把它从空门车上打掉下去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充气的气球回来 街上会不断地有半跟踪的狗头 右边会有列车开过来 真的是得眼观六路 同时还需要一点运气 小丑的第三个形态会骑着木驴登场 攻击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扔S型前进的马蹄铁 这个比较好躲 第二种是扔一排的马蹄铁 这件马蹄铁还会飞回来 要站在中间的空档里 问题是下面还有火车经过 就很难上面下面的全部躲过去 需要不断地尝试才行 击半了小丑之后 就要面对这一关的终极形态 马蹄铁帐帐篷 这个帐篷会不断地放出企鹅 企鹅又会扔出晃球 同时还要留意从后方开过来的火车 可是在这个花花绿绿的画面上面 要同时注意那么多的东西 眼睛好像有点忙不过来的样子 我打了大概七八次 才勉强打出了一次火伤 游戏中心的第二只蓝龙虎是这头飞龙 飞龙的全部难度就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 这些飘过来的云相当于一个个高低错落的平台 我个人还是推荐在普通子弹加追踪弹 这几乎是一个万能的组合 龙总共有三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的龙会从正面和我们硬钢 这是很好打的 龙受攻击的区域巨大 跳上跳下都可以打到他 他本身的三种攻击也好走得很 相信你都不会被这个形态拦住 打过了第一形态之后 龙会变身成一列火车 出现在身后 这一形态我个人推荐是保持站在中间的位置 背对着他用跟踪弹攻击 这可能不是最快的办法 但是最简单 眼睛只需要看着地上的那些小火苗 一旦有准备起跳的 立刻想办法躲一躲 龙的第三形态相当厉害 它会化身成三头龙 从后方出现 由于脚下的平台都是朝着他的那个方向飘过去的 导致了我们要不断地往后跳 不然就会撞到龙的身上 同时龙土族的泡泡是绝对不能碰的 一碰就会爆炸成散弹 这导致了跟踪子弹呢也无法使用了 因为用跟踪子弹会无差别的攻击到这些泡泡的 在看到其中的一条龙的嘴巴变红之后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避开他的攻击线 不然就会被喷 这个龙我大概打了有十几次 才算勉强打出了一次无伤 而且也是运气好 因为我并没有找到什么特别好的对付他的办法 茶杯头除了动作关还有飞机关 这些飞机关呢我个人觉得都挺简单的 至少比起九十年代街机房里的那些片游戏壁的弹幕游戏啊 要简单的多了 最前面的两个就不说了吧 因为太简单了 就从大鸟开始 大鸟呢是个看起来很可爱的敌人 他会扔出鸡蛋攻击 同时会有一对对的小鸟飞过来送温暖 这些送温暖的小杂兵啊 显然是在向曾经的弹幕游戏致敬 大鸟还会使用羽毛攻击 看起来很华丽 其实跟当年的那些弹幕游戏相比啊 真的是小物件大物烂 常年混起街机房的兄弟呢 估计可以半逼着眼睛躲过去 把大鸟从房子里面打落 他的儿子会继续出战 儿子很好打 也没有什么招式 他冲过来的时候 变身成小飞机 可以轻松地躲过去 打过了儿子之后 大鸟觉得自己还可以一战 跑在单架上被抬了回来 非常搞笑 这个形态他会吐出各种散弹和垃圾 两边的小鸟会扔要玩 这些东西的飞行轨迹啊 都有不确定因素 能不能无伤呢 要看一点运气 当然总的来说啊 难度还是很低的 我打到第三次的时候 打出了一个无伤 垃圾机器人呢 同样是开着飞机打的 这个造型怎么看怎么眼熟 这游戏里的大部分敌人 都是如此的眼熟 机器人的身体呢 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头顶上有激光发射器 胸口飞出来的粉活色的东西 是可以触碰的 肚子里面会有小飞机飞出来 三个部位先打哪个 后打哪个都无所谓 但是呢 一旦头部的激光发射器 被打掉之后 他的脑袋就会变成大炮 发射散弹 要稍微小心一点 三样东西全部打爆之后 胸口的心臟会露出来 这个形态呢 基本上是没有难度的 我们要把所有的能量 全部保留下来 因为过一会儿 机器人就会变成一个弹 这个弹飞来飞去的 很难打到 最好呢 就是在它变成弹的一瞬间 赏它一个大招 这样它就会 直接进入第三形态了 第三形态的博士 跟洛克人里的最终boss很像 他的攻击方式 就是各种散弹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在90年代 经常混击阶级房 玩弹幕游戏的话 这种密集程度的姿态 根本不在话下 跟90年代那些 阶级房里的玩意儿相比 真的是小无见大乎了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美人鱼也是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boss 我打了很多次 因为这个家伙每一次的攻击套路啊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些套路呢 不多打几次才根本见不到 鲤鱼发出的欧洲的声音特别搞笑 吐出的粉红色的小鱼基本上属于送温暖 帮助我们收集能量 很快就可以送它一个大炸弹 上升的水雷将让口吐海盗的组合稍微有点难度 锅的时候弧度不能太大 火的就会撞到雷 黄鲤鱼会吐出带电的小鱼 小范围的跟它绕圈圈就可以了 变成美杜莎之后呢 就成了标准的弹幕游戏 这个并不难躲 最后的形态很像沙罗曼蛇里面的场景 在一条弯曲的隧道里面前进 美杜莎会不断地进行石化攻击 中间还有柱子挡路 一句话招子放亮一点 干掉它只是时间问题 小蜜蜂是这个游戏里面比较特殊的一关 卷轴缓缓地向上移动 这一类的射击游戏很少 我印象当中啊 只有合金弹头2第二关的关尾boss是这样打的 这一关一共有两只蜜蜂 推荐用跟踪弹 第一只攻蜜蜂的相当于送人头 在你还没有感觉到它存在的时候 它就已经挂了 第二只母蜜蜂会从左中右三个位置探出头 每一次出来之前 它都会用手指头指指 告诉你它要出来的位置 蜜蜂组出的S型导弹很麻烦 我每次都是被这个东西打掉去 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 只能说多打几次 你的反应逐渐就跟上导弹的节奏了 最终母蜜蜂会变成一架灰机 难度反而变得很低 感觉这个形态只存活了十几秒 有飞机就有火车 这算是游戏后期比较难打的一个boss 我在论坛里看到这个家伙也卡住了不少人 火车总共有四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它会扔出眼球 我们能活动的区域很小 就是脚下的这一辆小把车 同时天上会不断的有东西飞过来 他们会对着车子两边的方向盘扔砖头 小车子一旦被这些砖头砸中 就会移动 要小心 火车的第一形态相当于练手 但是第二形态就一定要控制好位置 尽量把车子放在中间 这样boss路头的一瞬间就可以移动过去 站在它的头像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火车的第三形态会在一左一右长出两朵花 这个形态全部的难度就在于这些不断飞过来的幽灵 这些小东西只要被打中了 就会掉出一个粉色的骷髅 一旦车子两边的方向盘被砸中了呢 就会移动 非常的危险 一定要先集中好火力 尽快消灭到其中的一个头 不然就难免会掉血 火车的最后一个形态会长出脚 变成奔跑的火车 变成跑车 只要跳起来触碰尾巴 它的无敌状态就会消失 车里扔出来的这些火啊转盘啊 完全没有轨迹可循 脚下能够活动的区域又小 这个地方能不能无伤呢 我觉得需要看一点运气 猫和老鼠算是后期比较简单的敌人 推荐带普通子弹和散弹 先登场的是老鼠 它会躲在垃圾桶里面扔垃圾 这个形态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随便打随便躲 记得一定要把能量挤满 留给它的第二形态 垃圾桶里面扔垃圾桶就会爆 再看 Consultor 走 热圾桶 including the 散弹虎他的熊脸,很快就可以进入第三形态了 大猫的攻击很套路,无非就是左右伸爪子 头顶上会用木板掉下来 我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技巧,用散弹打很快就能干掉他了 全掌这一关的难度同样不高,这个家伙的形象也很可爱,他会拿出一条鱼竿发射子弹 其中粉红色的子弹是可以触碰的,尽量不要错过 头顶上的木拳是无法打掉的,只能躲 继续一定的伤害之后船长就会喊出一些帮手,水里会有海狗跳出来,破船会发射炮弹,打的时候就得野鸡手快,看好画面中的一切了 花图的薄斑是有机会的,基本上就能够加上去的衣服。 打败了船长之后船会亲自登场 要打他的扁桃体赛算有效 他在发射激光之前会做出很夸张的动作 这个时候把身子趴下来就行了 游戏里的最后一个敌人是大魔王 这个家伙我打了很多次 始终打不出无伤 就放一个尾无伤吧 大魔王的攻击套路并没有比其他boss都很多 但是每一招都很难躲 个人推荐的还是普通子弹加跟踪弹 在他的一堆招式当中 我个人觉得最难躲的就是长手长脚 他的脚会从左右气过来分门 跳得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得掉旋 最有效的方法是跳起来之后再加一个冲刺 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他的王座后面会不断的有老鼠人过来骚扰 看准老鼠人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第一时间要打掉 不然跟大魔王的攻击混在一起 很容易掉血 大魔王的第二形态会从眼睛里扔出各种东西 其中红色的蝙蝠要在第一时间打掉 不然就会爆炸 还要注意好脚架平台的位置 看到有冰块落下来 第一时间要跳走或者瞬移 快点 第三个形态 两边会出现两只巨大的蚊子 它们会出骷髅 天上还有小蚊子 同时脚架的平台只剩下三个了 这个形态我觉得只有一个字能够形容 乱啊 两边的两只蚊子其实是可以打掉的 但是打蚊子等于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拖得越久越危险 所以打不打蚊子就很玄学了 我个人的建议是干掉西装一只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形态 大魔王会痛哭流气 平台也只剩下脚下的唯一一个 他的眼泪不能碰 边上掉下来的冰块也不能碰 可是呢又没有地方可以躲 但疼啊 这个形态能不能无伤呢 我还是觉得得看一点运气 我反正是被眼泪摸了一下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三空间里还有更多原创视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